各位親愛的家人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又來到天空哥說天空時間 今天天空哥不講其他 只講吃的 過年到了我們呢 最愛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美食啊 那我們今天呢 位於在萬華區 比較靠近西門町這個地方 在我們的西長街 以及長沙街二段這邊 有一家老店 這位古早味老店呢 在冬天的時候呢 會賣紅豆芋圓湯 熱的那夏天的時候呢 會賣爆冰冷的 那現在我們在廣泥期間 當然是賣熱湯比較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樣的菜呢 燒煎草馬薯 今天還有賣馬薯非常特別 綜合的脆圓芋圓紅豆 然後還有呢最拿手的紅豆圓 跟紅豆芋圓 好那我們來採訪一下老闆 這是老闆跟老闆孫子 老闆跟大家揮揮手 老闆怎麼稱呼 老闆怎麼稱呼 孫金 孫金姐妳好妳好 那我們看一下妳的馬薯好不好 幫我們翻開一下 哇這馬薯熱騰騰的喔 肯定非常好吃 那剛剛呢天空哥呢 是點綜合的脆圓 我們看一下 這是它的原料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大小紅豆 過年要吃點甜的喔 哇你看 非常飽滿非常大顆喔 哇這紅豆 看起來就非常補血 真的是非常棒 老闆妳這間店開多久了 60年了 真的是老店啊 欸各位一定要來這邊啊 找我們的這個老闆 買一碗熱騰騰的湯 我們的脆圓 紅豆湯 還有我們馬薯 欸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糖水啊 啊這是糖水 OKOK 我們來煮了糖水 哇熱騰騰的喔 那我們看一下天空哥剛剛叫的是什麼東西咧 來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啊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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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這邊這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粉